在我们尚且年轻的时候,往往是不懂得感情的,而那些经过一些风雨与共的感情,往往是罪人无法分割的。 另外,在婚姻里,其实最好的相处状态,就是互相不会嫌弃,而有的人一旦在感情里接受了一些伤害之后,那么机会变得很委屈,甚至还会果断现在放弃。 可是有的人无论遭受了多大的伤害,都能做到任劳任怨,懂得包容对方,让我们看看在十二星座中,那些在感情生活中一旦成为夫妻,势必不会互相嫌弃的几大星座吧。 处女座,处女座在婚后往往会跟婚前,又有很大的出入,她们更加会懂得人无完额,从而的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特点的情况下,都会在生活中给予对方足够的包容。 她们也会慢慢学会换位思考,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,重点是彼此都该有足够的包容和体谅。 另外,处女座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成熟,懂得过日子开心幸福最重要,哪怕在生活中,发生了一些不愉快。 处女座人也会选择尽量的去解决,而不是拿着所谓的隔夜球来互相伤害。 处女座一旦爱上了你的话,那么她们的感情,就能够经过得住岁月的考验,不抛弃不放弃。 总之,生活中没有人喜欢被否定,也没有谁愿意在感情里被贬低,而处女座人就是懂得如何去善待自己的爱人。 另外,虽然处女座在平均里,也会有喜欢敲刺的地方,可是一旦有了爱情有了婚姻之后,那么处女座人能够做到越来越爱。 即便在长久的平淡和久违的激情下,处女座人都会懂得,一见钟情是激情,日久生情才是爱情,而且一旦爱上了对方,那么处女座人就绝技,不会再去嫌弃对方。 摩羯座,摩羯座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,懂得爱是需要经营的,也是靠坚守和持久热耐的。 对于摩羯座人来说,一旦走进了婚姻殿堂里,那么摩羯座人就愿意一直守住对方的那份爱,也能一直的爱护对方,做到不离不弃,更不会的嫌弃对方。 摩羯座人对感情的态度始终是既然两个人不容易走到了一起,那么他们就会觉得爱下去才是最难得的,也是最应该做的。 另外,但凡爱到了身处的时候,摩羯座人是越来越爱的类型,自己也能强大到包容对方的一切小毛病。 总之,在摩羯座人的内心里,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无论爱人的容貌再发生怎样的一番变化,对方仍就是自己的爱人。 虽然在感情里,摩羯座人内脸的性子不会甜言蜜语,可他们依旧能够在感情里不会再去嫌弃对方。 也知道感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互不嫌弃,但凡在心中有了对方,摩羯座人都会掏心掏肺的爱下去。 天蝎座,天蝎座人性格有些高傲,可对自己所认同的人往往则会变得十分的掏心掏肺,热情真诚。 当然,生活中的天蝎座人,有着直来直去的暴脾气,但是他们却能够拿出自己的高情伤来让自己变得有魅力。 而且一旦走入了婚姻里,那么天蝎座人往往是会越爱越真诚且深情的,从来都不会有互相嫌弃的时候,而且高情商的天蝎座人,在婚姻里也懂得尊重爱人,从来不会拿着贬低别人的做法来展现自己的优越感。 总之,在婚姻里,或许天蝎座人在别人的眼里会有些踏实,也会给人一种沉闷的感觉。 不过,天蝎座人越是在婚姻里,跟对方走得久了之后,那么他们就越发变得爱的宽厚和包容。 无论对方怎么变,自己都不会去喧弃对方。 其实,一旦爱上了对方的时候,天蝎座人是真的可以爱到底,也会一直的深情下去。 只要对方值得自己去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